新北市議員李翁月兒 與台灣環保協會的愛心志工 帶領小朋友進入會場 準備拜訪新北市長朱立倫 小朋友各個興奮不已 台灣環保協會百元愛心會 長期政府花東弱勢學童 今年暑假的台北圓夢之旅 第二天特別安排參觀新北市政府 並與市長朱立倫相見歡 朱立倫除了鼓勵孩子們努力向上 也希望大家能放鬆心情 好好玩一玩 在這邊好好玩一玩 我們希望每一位孩子 都能夠非常平安健康快樂的長大 那新北市有非常多來自於花東 來自於屏東的鄉親 很多你們的可能是叔叔啊 或者是阿姨啊 或者是親戚啊住在這邊 那我們對於在原鄉的孩子 這樣子的一個資源的照顧 我特別謝謝李翁月兒議員 跟我們環保協會 跟我們愛心會的大家的 這樣子的愛心 台灣環保協會百元愛心會 目前共政府二十位偏鄉學童 不僅每月寄送物資和生活費 每逢寒暑假也會帶他們出來遊玩 用愛來幫助他們圓夢 這些小朋友我們是從國手 我們邀請到國中和國中每一位小朋友 我們任府是十二年 我希望我們所有的朋友 大家都可以最會來 關心一個單親隔代教養的小朋友 讓他們感到這個社會的溫暖 所以每一年他們的性質都進步 我們就帶他們來 鼓勵他們來台北市走走的 小孩子一年後來出社會 他就不會變派 因為人數少真的他們的競爭力 比較真的沒有比較薄弱一點 然後藉由我們希望藉由這種圓夢 給他們許這個願 然後幫他們圓這個夢的一個計畫 然後希望能夠也鼓勵他們 可以在科業上也好 品性上也好 能夠達到一個精進的一個目標 會後朱立倫特別自證每位小朋友 一袋禮物 希望他們這趟圓夢之旅 能獲益良多 同時盯點孩子們用功讀書 將來有能力時也要記得回饋社會 凱博大台北數位新聞 羅倫宏採訪報導